促转成东场!苏贞昌劈喉!叶玉蓝轰,苏最没资格骂!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15日上午出席金刚杯一组棒球精英争霸赛。 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言论持续延烧,蓝绿两党新北市长参选人15日再度隔空交火。 苏贞昌痛批,最应该反省的就是侯友宜,侯友宜则反讽。 促转会的人为什么会沦为东场,做政治的打手,要有一个反省的能力。 对此,前景大副教授叶玉蓝表示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宜的就是苏贞昌。 叶玉蓝与脸书PO文表示,本来认为民进党在东场事件后,应该会晋升反省一阵子。 没想到先有洪耀府秘书长以练笑话轻描淡写,还怪侯友宜在哀什么。 今天的自由时报更是全版在问,侯友宜有反省吗? 这些质疑,是先把台湾人都当成弱智失智失忆的一族。 其中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宜的就是苏贞昌。 对于苏贞昌指控有爆料者指出侯友宜当年对异着非人性对待。 经过这样还不反省,很不足取。 更痛批侯友宜一直做选举操作,因此, 最没资格讲话的就是侯叶玉兰反击民进党不必装成政治处女。 更指出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至2008年执政时期, 于2003年就由行政院开始推动转型正义。 2003年3月28日,行政院检送立法院优先审议法案,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。 前身之一的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列为其中一案。 但未能完成三读程序。 所以转型正义对苏贞昌这位大律师而言,不会不懂吧? 苏贞昌在2005年担任民进党主席,又在2006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。 那时候转型正义已经是民进党努力在推的优先法案,如果真如民进党口中。 红友谊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,那时候怎么不反省红友谊,不检讨红友谊。 不法办红友谊。 还要重用红友谊,从2000年开始,红友谊从刑事警察局副局长。 桃源县警察局长,到2006年几乎和苏贞昌当行政院长时同时被任命为警政署长。 如果红友谊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当年狂用他,拼命与他同框。 掠夺他用生命拼治安的行政院长苏贞昌,没有问题吗? 。 叶玉兰感叹连审明都敢骗的政客,为了胜选口出望语。 忘了自己曾经也是用他的人,也不必太惊讶了。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15日上午出席金刚杯一组棒球精英争霸赛。 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青言论持续延烧,蓝绿两党新北市长参选人15日再度隔空交火。 苏贞昌痛批,最应该反省的就是侯友谊。侯友谊则反讽。 促转会的人为什么会沦为东场,做政治的打手,要有一个反省的能力。 对此,前景大副教授叶玉兰表示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谊的就是苏贞昌。 叶玉兰与脸书PO文表示,本来认为民进党在东场事件后,应该会晋升反省一阵子。 没想到先有红药服秘书长以练笑话轻描淡写,还怪侯友谊在挨什么。 今天的自由时报更是全版在问,侯友谊有反省吗?这些质疑。 是先把台湾人都当成弱智失智失忆的一族。其中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谊的就是苏贞昌。 对于苏贞昌指控有爆料者指出侯友谊当年对异议者非人性对待。 经过这样还不反省,很不足取。更痛批侯友谊一直做选举操作,因此。 最没资格讲话的就是侯。叶玉兰反击民进党不必装成政治处女。 更指出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-2008年执政时期,于2003年就由行政院开始推动转型正义。 2003年3月28日,行政院检送立法院优先审议法案,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。 前身之一的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列为其中一案。 但未能完成三读程序。所以转型正义对苏贞昌这位大律师而言,不会不懂吧? 苏贞昌在2005年担任民进党主席,又在2006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。 那时候转型正义已经是民进党努力在推的优先法案,如果真如民进党口中。 红友谊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,那时候怎么不反省红友谊,不检讨红友谊。 不法办红友谊。还要重用红友谊,从2000年开始,红友谊从刑事警察局副局长。 桃源县警察局长,到2006年几乎和苏贞昌当行政院长时同时被任命为警政署长。 如果红友谊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当年狂用他,拼命与他同框。 掠夺他用生命拼治安的行政院长苏贞昌,没有问题吗? 。 叶玉兰感叹连审明都敢骗的政客,为了胜选口出望语。 忘了自己曾经也是用他的人,也不必太惊讶了。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15日上午出席金刚杯一组棒球精英争霸赛。 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言论持续延烧,蓝绿两党新北市长参选人15日再度隔空交火。 苏贞昌痛批,最应该反省的就是侯友宜。侯友宜则反讽。 促转会的人为什么会沦为东场,做政治的打手,要有一个反省的能力。 对此,前景大副教授叶玉兰表示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宜的就是苏贞昌。 叶玉兰于脸书PO文表示,本来认为民进党在东场事件后,应该会晋升反省一阵子。 没想到先有洪耀府秘书长以练笑话轻描淡写,还怪侯友宜在挨什么。 今天的自由时报更是全版在问,侯友宜有反省吗?这些质疑。 事先把台湾人都当成弱智失智失忆的一族。其中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宜的就是苏贞昌。 对于苏贞昌指控有爆料者指出侯友宜当年对异议者非人性对待。 经过这样还不反省,很不足取。更痛批侯友宜一直做选举操作,因此。 最没资格讲话的就是侯。叶玉兰反击民进党不必装成政治处女。 更指出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-2008年执政时期,于2003年就由行政院开始推动转型正义。 2003年3月28日,行政院检送立法院优先审议法案,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。 前身之一的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列为其中一案。 但未能完成三读程序。 所以转型正义对苏贞昌这位大律师而言,不会不懂吧? 苏贞昌在2005年担任民进党主席,又在2006年1月出任行政院长。 那时候转型正义已经是民进党努力在推的优先法案,如果真如民进党口中。 红友谊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,那时候怎么不反省红友谊,不检讨红友谊。 不法办侯友谊,还要重用侯友谊,从2000年开始,侯友谊从刑事警察局副局长。 。 桃源县警察局长,刑事警察局长,到2006年几乎和苏贞昌当行政院长时同时被任命为警政署长。 。 掠夺他用生命拼治安的行政院长苏贞昌,没有问题吗? 叶玉兰感叹连审明都敢骗的政客,为了胜选口出妄语。 。 忘了自己曾经也是用他的人,也不必太惊讶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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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15日上午出席金刚杯一组棒球精英争霸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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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言论持续延烧,蓝绿两党新北市长参选人15日再度隔空交火。 。 。 苏贞昌痛批,最应该反省的就是侯友宜。侯友宜则反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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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转会的人为什么会沦为东场,做政治的打手,要有一个反省的能力。 对此,前景大副教授叶玉兰表示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谊的就是苏贞昌。 叶玉兰于脸书PO文表示,本来认为民进党在东场事件后,应该会晋升反省一阵子。 没想到先有洪耀府秘书长以练笑话轻描淡写,还怪侯友谊在挨什么。 今天的自由时报更是全版在问,侯友谊有反省吗?这些质疑。 事先把台湾人都当成弱智失智失忆的一族。其中,最没有资格骂侯友谊的就是苏贞昌。 对于苏贞昌指控有爆料者指出侯友谊当年对异议者非人性对待。 经过这样还不反省,很不足取。更痛批侯友谊一直做选举操作,因此。 最没资格讲话的就是侯。叶玉兰反击民进党不必装成政治处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